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等 去约会啊 早点回来 走了 拜拜 几位啊 老板 一位 来 这边请 来 请坐 稍等啊 小姑娘 还不吃啊 再不吃 面就糊了 我再等等 等她朋友 她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她很长时间都没过来了 前一段时间是过来一次 匆匆忙忙地吃了两口面就走了 要不是你来啊 我还以为我这手一退步了呢 不会 不会 面很好吃 好 行 那就快吃吧 饿过头了对胃不好 好 谢谢您 说好陪我一起吃饭的 又饭我个气 小姑娘 你可千万不要生他气啊 现在年轻人不容易 工作忙 事情多 压力大呀 我们不生他气 我知道他工作忙压力很大 那就好 那就好 行 快点吃吧啊 好 来 倩倩 明轩哥 你来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今天感觉好多了 我那天是不是把你吓坏了吧 其实没那么严重 明轩哥 你快坐 明轩哥 明轩哥 你这几年过得好吗 我过得还挺好的 可是你突然之间失踪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 你去哪儿了 一开始我是故意的 故意不想让你们找到我 可后来 后来我是真的忙忘了 离开了自己的小世界之后 我发现外面有太多的事情 值得我去关心 值得我去付出的 你应该不知道 我没有多担心你 倩倩 雪凌姐 明轩也在啊 快来 怎么样 今天好些没有 好多了 明轩哥在聊什么呢 那么开心 没什么 就是随便聊聊 谢谢你今天能来看我 应该的 我有个想法 我想在这个地方 搭一个双层的舞台 上面那层呢 就装成 能先进的感觉 有各种橱窗 模特呢 到时候就可以站在橱窗里 搭一个云梯 感觉就像是 模特从仙境里 顺着云梯走下来 怎么样 莫菲 哦 我觉得很梦幻啊 但我觉得用音乐剧的形式来呈现 会更好一点 画面感和情境感加在一起 更能体现我们水色的意境 想法不错 主题想好了 镜花水月 现实和梦境的一个对照 我们这次不是有四款主打的衣服吗 就分别代表春夏秋冬 四季一个轮回 刚好也可以代表人的一生 真棒 吓死我了 怎么那么有想法 嗯 公众场合你们俩能够注意一下 吃饭了吗 诚谣 你的那个方案挺好的 提升了水色的主体含义 但是想要呈现出来 会不会难度大了一些 确实好像难度大了点 你看 其后帮我翻译呢 那 你 好好工作啊 雪亮 来 咱们这边看一下 行了 别看了 干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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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你小心哦 好的 莫菲姐 你怎么没跟他们一起走啊 怎么还在这儿 我在这儿等莫凡呢 她又去帮别人搬东西去了 辛苦了 莫菲姐 我表哥最近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呢 没有啊 我最近都找不到她 那就奇怪了 那她在忙什么呢 她不是一直都很忙吗 不是 关键是我在家都找不到她 我知道了 她肯定是在忙很很严重的事情 等她忙完了她一定会来找你的 嗯 对 是这样的 没错 本来我觉得没什么事 可 听你这么卖力地给她解释 我反倒觉得有什么事了 没有没有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先 小心 天哪 有血了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去医院吧 走 走 走 好 谢谢医生 莫菲姐 是不是可疼啊 不错 都怪我 好了好了 一点也不疼 你看 只是一点点小伤口而已 医生 嗯 她这个头会不会留疤呀 千万不能留疤呀 不会的 再说这个位置 是 就算有疤 刘海一档也看不见 但是 还是被砸得不清啊 以后带她去拍个片子 看看 有没有楼内的创伤 好 谢谢医生 好 谢谢医生 我帮我帮你走 好 好吧 这是什么 好 我帮你走 去的 我帮她 请你走 我帮你走 我打娱乐新闻那天就是我当主持人 喂 你刚为什么把我电话挂了 我 我现在在苏州呢 这边讯号不好 一直都断断续续的 你为什么替人家跑苏州去了 那个 莫菲啊 我 我 有一个事我想我现在应该跟你 说明了 表哥 出这边 出这了 这有急事 你瞅瞅你像一个女孩样的 你没看见我再打电话吗 出这儿了 打痕急的事情 这事你得为我做主啊 不然我要愁死了 你先出去 咱们关着 我一会儿下来找你 还露珠 不知道什么事 看起来很急 要不然我先过去看一下 等会上来打给你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今天也比较累了 笑 你休息了 那 那就 我们给别人再说 没关系的 好 拜拜啊 我说是今天也天过的 真是 孤僻了 找我什么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我跟莫凡打赌 看能不能把你从房间里叫出来 不是 你无聊 怎么那么无聊啊 都怪她 是她说的主意 你就好好学啊 好 莫菲姐 已经搞定了 刚刚又不是你出现的话 你表哥要把我吓死了 我已经要被她吓死了 你没看到她刚才的表情 要吃人哪 谢谢你啊 不过我还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可以啊 什么事啊 我把钥匙交给你 你回去帮我拿点东西过来 不过你千万小心 千万别被莫凡发现了 好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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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明天先去你那儿取钥匙 然后再去你家取东西 可以吧